查询 就我刚刚讲的查 查询其实很简单 我们其实也可以用 上个礼拜讲到查询 如果说你要查编号的话 那其实你就是什么 x等于input 请输入编号 那特别注意 select所有frommember01 后面你只要加一个叙述 就是will哪一个栏位 如果是数字的话 你可以用等于 但如果说你是文字的话 记得用like 这个可能要不一样 如果是你是日期时间的话 你可以用between end 这个可能会针对不同的资料形态 你可以用不同的叙述 查到你要查的东西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will的叙述 所以我们配合上一次select语法 然后我们可以查 比如说我今天查什么 查关键字 上面一样是先连资料库 然后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一样是产生一个 壳舍的这个物件 这个是资料表物件 然后我们excue之后的话 必须要怎么样 把结果存在壳舍物件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 input请输入关键字 本来我们上个礼拜是只有select 所有frommember01 后面的话一个will的叙述 那哪一栏 因为姓名在b栏 所以后面的话特别注意 will特别注意 这个比较关键一点 我们从b后面like ok你比对方式的文字的话 一定用like like后面的话 那我必须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x进来 不过x特别注意 如果你像现在这样子 第一个我有错的地方就是 他前后一定要单一号 跟刚刚一样 所以特别注意 你这边要加个单一号 那后面这边的话 要串一个单一号 这边要加个单一号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查的话 他只会查全名 比如说他叫张某某 你一定要张某某全名 否则的话一定查不到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关键字查询的话 那记得就是说用万用字员 万用字员的话呢 如果你是用Excel 或者access 一定用信号 stop 但是如果你其他资料 故意用改成person ok 那person放的位置 记得哦 你也不能乱放哦 记得哦 你一定要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单引号 前后单引号的里面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一定是放在这个单引号的右边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一定是放在这个单引号的左边 那意思就是说 我不管前面是什么字 不管后面是什么字 反正中间有这个字的话 那你就帮我查出来 ok 这个是关键字查询哦 还蛮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的 反正 现在只要做查询系统啊 一定都有关键字 你就不用给我全名 你给我一个关键字就好了 ok 那那个 就像什么搜寻地址好了 你住在哪里的 有没有 ok 那你又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把那个关键字带出来 ok 所以刚刚的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另外的话底下 我们就让它execute 你可以用come.execute 或者是你用cursor.execute 其实都可以哦 这个是指的是资料库物件 或资料表物件 这两个物件 它都可以让你传递C口语法 反正简单讲就是 把这个讯息传给资料库 那资料库他看了 懂了 懂了就把什么 把你要的资料呢 return给你 return到哪里呢 return到前面这个物件 cursor物件 ok 不过有些同学说 老师你这边叫cursor 这边又叫cursor 有点乱掉 那你叫其他名称也可以 你改个名称也可以 只是一个物件名称而已 ok 然后我就把它print出来 一样是五个栏位 然后把它里面所有的资料 分别一个一个的帮我抓出来 那刚刚会出错的地方 就是第一栏 因为是那个integer 所以一定要转型 再串一个斗点 第一栏第二栏第三栏 那所以把它close掉 所以刚刚的话的执行 查的话如果是查姓 刚刚姓章 姓陈的应该比较多 ok也许我们这边可以再加一个姓陈的 ok enter一下 三个姓陈的 他会帮我把资料列出来 那未来如果说你希望 他姓陈而且他血型是欧型 那你后面可以再加一个and and他的可能第一栏 第一栏里面可能又是哪一个关键字 你可以再用多一个关键字再给他 然后他可以帮你做联集或交集的查询 这个是第一个用关键字查询 这个姓名 第二个是区间的查询 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我今天第一个日期 那我就7日期给他一个input x 那结束日期的话给他一个y 所以这边的话会多一个变数一个y 那在slate后面的语法 一样是找什么 找c栏 因为c栏是生日部分 那我可以加一个between 加一个and 那也是一样 可以把这个关键字放在这边 between 你就不用万用字元的 万用字元加上去好像怪怪的 一般就完整的 哪一个日期 到哪一个日期 帮我把它列出来 就可以看到刚刚的区间 至于还有其他的 我想各位再练习一下 网路上其实还有蛮多关于slate语法的相关 还有另外排序 你有一个order by 比如说你要递增还是递减的排序 这边都可以针对sicle语法 去做那个相关的变化 那这里的话我想 资料会查询大概就 这一题大概都先到这里 那后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就是看看把前面的学生资料 全部都丢资料库 也就是可以产生一个什么score的资料表 ok 或者是底下还有什么呢 全省邮局地址 把它转到资料库 那我们全省邮局地址 我们前面有讲过 里面呢 总共会有25个邮局的档案 那当然我们可以 假设你要把它全部丢进去 要不就把它合并 要不就是什么 你先试试看 先试三重 三重都会写入 写入的话 ok就可以往后面做 其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写进去 不过这里的话 好像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呢 在台北的那个档案 好像有个问题 因为全部的这个栏数都是 如果你把 我建议你们可以开这个档的话 建议用那个North Pay++ 然后呢 建议是启用那个 所谓的特殊资源 显示所有资源 因为如果你没有显示的话 你可能很多细节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显示所有资源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边会告诉你 它这边有空格 空格 所以它是用空格当成分格 最后有个换行 那理论上这些都没有问题 最后我好像把它全部 汇入之后发现 台北这个的其中一笔资料 好像出问题 好像写到这里 刚好这边多一栏 其他这个唐头五栏 只有最后只有这个地方 多了可能有物貌 多一栏 要不就是把它删掉 要不就许你可以在这边 干脆加个花壶算了 或者如果你读进去的话 可能就会发生错误 好像除了这些之外 应该就还好 OK来画面先画 每个都会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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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